那第一個呢我們假設我希望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自動幫我去判斷 判斷哪一個呢 判斷追覽裡面的資料 他是不是在正負5%之外 因為我們要判斷是不標準 如果反之剩下就標準 能夠幫我把結果輸出到這個VBA 這個儲存格裡面 當然有幾個就填幾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前面講過 第一個要設定你把那個什麼呢 制定功能區的開發人員第一個一定要叫出來 第二個開發人員裡面的VideoBasic 這裡面預設是沒有模組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部分的話呢 再來就是撰寫我們需要的程式 那我們需要的程式有哪一些 那你可以看一下 當然習慣上我會把那個 VBA這個開發環境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你可以一邊看你到底要寫什麼 一邊把程式寫在這上面 那接下來當然我要插入一個什麼呢 也許我需要插入一個叫增減體重的 一個什麼呢 一個按鈕好了 假設名稱叫做增減體重 那我就直接呢 在這邊切到VBA裡面 把他切過來 因為他如果游標還在這上面的話 會切不過來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那如果我今天是按鈕 那就sub 所以我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因為我剛剛那就是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增減體重 名稱叫增減體重 那姿態小 我先把那個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部分呢 把字稍微放大一點點好了 不然這樣看起來又不舒服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 把資料呢 輸出到某個儲存格 那第一個當然我要先確認幾件事 第一 我的回圈範圍是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我是從第四列到第十三列 所以呢 第一個我先做什麼呢 寫一個那個4回圈 4i等於什麼呢 4到13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那NAS的意思就是NASI 意思是說 我先從第四開始 NAS就變5 變6 一直到13 那他會幫我變動 那主要是變動哪一列的意思 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第二個呢 我要做什麼 做回圈 那再來的話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那個追覽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在這個 就是是不是大於5% 或者是小於副版15 那邏輯上就是寫一個一幅 前面有寫過類似這樣的一個邏輯判斷 一幅什麼呢 一幅Sales 儲存格裡面的哪一列呢 I列裡面的追覽 那我就告訴他說 你幫我先抓一個 他先從4開始嘛 就這一次儲存格先幫我抓過來 他的裡面資料有沒有大於5% 不過特別注意我們剛剛打5% 那這個敘述呢 在VBA裡面 因為這個person這個符號在VBA裡面呢 他已經是保留資源 所以呢 你不能用person 也就是說你不能打5% 你不能用person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把它改成叫什麼 0.05 不是也是5%嗎 那或者是偶爾 或者是什麼呢 打一個偶爾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兩個邏輯的話 在VBA裡面呢 其實在中間打一個偶爾就可以了 那把這一段再複製貼過來好了 Ctrl鍵按住 然後呢 拖拉一下 那這邊把方向改一下 本來是大於嘛 改成小於 加一個負就可以了 小於負板入 空一格 然後要做什麼 這樣 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else是反之 Enter兩下打一個endif 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那個邏輯先打完 所以特別注意要一負 中間是邏輯 那記得前後都要空白 如果這個邏輯呢 它為true的時候呢 那我就做什麼呢 在這一行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敘述 那如果這個為true的時候呢 幫我在 L欄裡面的這個儲存格裡面輸出什麼 輸出不標準三個字 那所以呢 這個敘述是同一列 所以sales 哪一個儲存格呢 哪一列呢 i列 哪一欄呢 L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 那我先把雙引號打完 輸入什麼呢 輸入不標準 不標準 反支的話呢 就是標準 OK 那當然打完這一行之後 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是一樣複製貼過來 按Ctrl鍵 那我習慣拖拉 好 打一個不標準就OK了 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知情它 你會發現 全部都輸出完 而且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還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清除嘛 那清除怎麼寫 其實我剛才把上面拖拉下來 改一下 選取拖拉就可以了 然後呢 直接把這個名稱改成清除 然後把這個邏輯拿掉 然後這個把它back到前面 這一行也拿掉 其實清除我們前面寫過 直接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變成空的就可以了 空的就是兩個雙引號 把它執行 OK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產生一個標準體重的按鈕 再加上一個什麼清除 那當你做完之後呢 可以在這邊執行 那確認無誤之後的話 再到我們的開發人員的插入這邊 有一個按鈕 那你把它拖拉之後 一樣呢 會出現增減體重 那你就把這個增減體重選取之後呢 再複製以後 再把它貼上 貼一個 另外一個的話 我習慣用複製 如果你沒有複製貼上的話 你重新再拉一個 大小可能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習慣上是直接拿上面的來複製 再針對它做修改 修改的話按右鍵 你就直接重新指定那個 聚齊 所以按下它 清除 OK 所以兩個按鈕呢 就完成了 怎樣 我之前用 我先覺得 可是 就是第一個 它變成不是清除 或者是 一樣 它上面那個被複製的功能 對啊你沒改到按右鍵重新指定聚齊 點一下不就好了 它本來是這個嘛 對如果你沒改這個的話 當然就是執行增減體重嘛 就沒改到 所以特別最好就改這個地方就OK了 好那試一下畫面先還給各位 主要就花時間試啊 這東西其實很花時間 你如果沒有動手做 要把這熟練其實是有困難的 你要把這東西學會啦 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 動手做 不是用眼睛看是動手做 當你 把這個東西學會的 時候是當你開始動手做 不是用眼睛看也不是用想的 因為我剛開始學程式也是跟各位一樣 我用看的我用想的 後來發現怎麼都寫不出來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寫程式就是要動手做 那其實理工跟人文最大差異 理工的世界全部都是動手做 都是實證的 那人文的領域很多都是動嘴巴的 用講但是不一定要做得出來嘛 對不對 很會講但是不會做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是要取一個平衡點 你也不要說說大話 但是你也不要說只是會做不會講 社會上就是充斥著這些很多人 很會做的就拼命被罵 對不對 那很多是很會講 但是呢就是偏偏罵人 但是你會不會做 反正我的職業就是罵人 OK那當然就不是很好的事 最好這個社會要更好就是 我們取一個平衡點 當然會做事的人你做過之後你會懂得更尊重 專業人士 為什麼因為真的非常不容易 很多東西你眼睛看到的其實是真的是 台上10年工啊 台下你可能才3分鐘吧 台上可能 應該是台 台上 台上可能講了3分鐘但實際上可能可能你底下可能做了10年的工 那這個當然是需要很花時間去 去養成的 OK 所以 所以 盡量還是動手做啦 試一下 那我們剛剛主要是把那個兩個按鈕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防選部分 好 好 谢谢大家